三星影響級挑選這首歌是關於寵物和主人之間的關係 基本上是將整個養寵物很開心 直到很不開心的生病 要不就老了 所以離開 所以透過這個MV說離開了之後 他怎樣面對他的離別 他的思念他怎樣能夠疏離到這個不開心的情緒 曲就是我作的 詞就是我一個大學的朋友 而編和監就是YC 詞人是一個和我在大學時期一起創作的一個老伙伴 所以在這首歌出了一個主題 我作了一個曲之後馬上扔給他 其實來回是真的寫過一稿的歌詞 都沒有改過 其實他都很清楚我們想要些什麼 而我也很欣賞文偉業我的詞人 他著墨的地方 他其實很喜歡用一些很理性的方法 一生兜轉來形容寵物離世的這個必經的階段 而編監就找了YC 我跟營運總監去談的時候 因為他很喜歡姜濤的Dear My Friend 聽那種朋友的離開 和今次我們寵物的離開 其實都會有一個 有少少相似的地方 所以我們想用多一些耳樂的部分 加強那個傷感在這首歌裡面 曲方面就是我自己作的 其實我一直都有做開創作 那我很想透過音樂 透過我的旋律 令到大家會有共鳴 我給自己一個稱號 就叫做Story Teller 講故事的人 因為我很想透過我的歌曲 除了唱過男同女的感情 或者戀愛的感情之外 都想帶給觀眾更多不同的主題 所以我想幫大家講他們的故事 好像今次這樣 我接下來都會有多兩首 和寵物相關的歌曲 寵物的主題就是一個系列 另外也會想做一些和情緒 心靈有關的一些歌曲 帶給大家一些在心靈上的位置 選擇在這個2022年的時候出歌 其實是一個很艱難的時間 但是我經常都說我是充滿運氣 我整個人生 去到27歲 其實我是一個機緣巧合 在餐廳演唱的時候 去認識我現在公司的營運總監 和老闆 在整個過程中我覺得很奇幻的 因為本身我在餐廳唱歌都是打算去 因為興趣 一個星期兩天去表演一下 都沒有想要有什麼聲探 或者什麼人去提攜我 不多不少都會有壓力的 不要去辜負我的老闆 和營運總監對我的期望 因為很多人都說你們在餐廳不認識 然後還要什麼魅力吸引到他們 其實我這個問題我也答不到 但是我只能夠用我之後做出來的作品 和我的成績告訴他們 多謝你們 是值得的 好的 我們在家明晚了 我們在家明禮